大家好我是阿周 目前所在的是另外一個景區叫溫蘇院 大家等一下就在前面那邊不遠的地方進去 跟著鏡頭一起過去 都是要拍這些 歡迎回家心靈家園 按車子 嘖嘖嘖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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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感受慢慢的物價 其實漲到一定程度了 當然住宿還有餐飲 還是比較划算的 比起在台灣本島旅遊來說 是划算很多 以住宿來講 我們住那個公寓型的兩房 一廳一廟還有廚房 一天的價格含早餐才一千多塊 早餐還可以 比起台灣一般本土的旅遊團 在走的那個點 所住宿的吃的還好一點點 這就是文書院 整個很平邪的很和諧的 而且來到這邊感覺步調 突然就靜下來了也慢下來了 這邊讓我覺得比較感受的就是 這文書院裡面的字體 大部分還是保留的過去的 傳統的繁體字 還有一些古字 不過標示的部分呢 還是以簡體字為主 這些市面還有做一些 消防的一個告示 去看 美容的記憶 在那裡 我妻子 在那裡 我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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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人家 在那裡 對 我妻子 我妻子 都被人家 那裡 有看到上面那个牌子写的 是大清道光四年假生历的 也有一段历史 走到这边固然想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 这个台阶这边应该可以坐 找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坐一下 静一下心 静一下心来看一下 这一段是阿周用相机放在这边 停滞了一段时间的录制 让各位感受一下 在这边的一个心灵上 临时的一个找到一个很安协的一个 宁静的感受 让各位体会一下 在这边这间寺庙里面 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安静 坐在这个台阶上让我感觉 好像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 与事无真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坐在这个台阶上稍微的休息啊 静一下心 静一下心 心静静下来 体会一下 在文书院这边的感受 刚刚路人家走过去 他居然没有看到我躲在这边坐 坐着静静的拍摄影片 这边好凉快 好舒服 又很安静 第一阶上要晃到那边去 在文书院这边乔玉同样是来自台湾旅游的 几位大哥 他们也是来自台湾这边 有的 那因为我的麦克风忘记打开 所以说都没有炉置到我们教堂的过程 抱歉 好的 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我们下次影片见